这是一趟跨越百年的旅程 付出了超长的坚韧和耐心的等待 据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之 金沙县制旗载 1921年贵州开明绅士黄慎初先生 在赤水上游安邸镇创办慎初商房 并邀请茅台镇酿酒大师刘开廷 传授茅台酿酒工艺 匠人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反复打磨 于1931年在金沙县开创性地酿造出了茅台酿酒 由此形成了恒心、融合、诚意 胜出四大茅台酿酒商房格局 从而开启了金沙地区江湘琴白酒的历史篇章 江人们神岸与自然的乡处之道 经四处考察 他们特意选择在四面群山环绕 四季避水长青 秀丽奔放的赤水河上游 金沙安邸镇扎下根来 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造就美酒的独有生态符号 池水上游的纯净无污染水源 赋予了酱香型白酒生动的灵魂 前北岗原的红阴紫诺高粮是来自大自然最好的馈赠 古老的东方智慧可传承数百年的酿酒记忆 在口传鲜肉中被德行应受的运用 端午之驱存居六月 重阳下沙 经九争八考 七次取就 整个制作过程历时一年 三十道工序 一百六十五个工艺环节 无不经历追求匠心二字 不投一时之巧 不省一日之功 在追求利益和效率的今天 这也许是对祖先智慧最好的继承 聪明的酿造匠人除了对工艺的极致追求 还是民间的生物学家 等对这些微小生物的运用也得心应手 从制区到酿酒 从堆积到发酵 各种微生物在金沙古酒成年的酿造车间里 把粮食神奇地转化为美酒 时间是酱酒最好的酿造大师 匠心的美酒在陈年的桃坛里就将五年以上的岁月时光 酿造的艺术和储藏的年份完美融合 所有的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化 酿就了金沙古酒酒体色色微黄 酱香浓郁 沉香突出 英雅细致 酒体醇厚 浑绿移忧长 空杯 流香持久的独特风格 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酱心的文化 在金沙古酒加以传承 酱香文化 在科技精神的融合下 深圳宝德集团 投入数百工匠 数亿资金 以传统工艺 前兴耐久 甘于在漫长的时间里深度沉淀 拥有了独立完整的工艺体系 无不坚守初心 无不恪守酱心 而今在优质酱酒资源稀缺的时代 金沙古酒已拥有千吨产能 万吨优质原酒 成为行业内为数不多的 优质酱香型白酒生产企业 与茅台同宗同源 坚持酿醋并举的金沙古酒 受到了中国食品协会 白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国家级酱酒大师沈宜芳 高岳明 等十多位全国白酒行业 顶级专家的赞誉与推崇 为把金沙古酒 打造成继茅台之后的 第二个酱香名酒之乡 奠定了坚持的基础 一路走来 初心不忘 金沙古酒 将继续书写这段 百年传承的荣耀 大师匠心 百年胜出 金沙古酒 试水尚游 柔派匠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